嗨,我是丸子 这集我们要更新日式料理的洋食料理 日文叫做菇达汤 里边呢会放一些这个通心粉 它的中文是叫做奶油烤菜吧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虾仁的奶油烤菜 用到的是虾仁,然后一些蘑菇 我喜欢放一些菠菜 还会用到洋葱 还有就是黄油啊,牛奶和面粉这些材料 友情提示这是一个高卡路里的视频 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哦 好了,剩下的人我们开始了 先是洋葱呢,我们把它切丝 稍微切的细一点 蘑菇呢,也切成片 今天的菠菜呢,我不打算提前去炒水 把它切成段 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和虾一起炒制一下 它也就熟了 菜切好之后呢,我们来处理虾仁 主要就是要开背去虾馅 之后呢,把它认真的清洗干净 那边的水差不多已经做开了 我们先要把这个通心粉煮上 一般时间还是蛮长的 我看一下袋子上 这个是12分钟 水开以后呢,放一点盐 然后把这个空心粉倒进去 就让它煮着 定好时间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之后我们来清洗一下这个夏日 一定要洗得干净 以前我们没有教过这个方法 就是放一点盐,淀粉,还有一点酒 把它充分的抓一抓 让它表面呢,抓出很多的粘液 之后把它认真的投洗干净就可以了 记得要把水分蘸干 一会儿炒的时候不会溅油 好了,我们可以开始来炒 中间的这个奶油酱了 用黄油大概是30克 我特意买的这种已经切好块的黄油 一块是10克,这样不需要我自己去量 三块扔进去就可以了 记得不要开大火 否则黄油很容易焦的 先把洋葱和蘑菇炒一炒 翻炒到洋葱和蘑菇都变软了 洋葱丝略微有些透明了 我们就把面粉放进来 我好像放多了 没关系,一会儿还能找不回来 这样翻炒,记得不要开大火 翻炒到这个干面粉看不出来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少量多次的放牛奶 记得一定是少量多次 大概会用到400毫升左右 但是也需要大家来目测一下 看一下这个酱的浓稠度 达到需要了,我们就可以停手了 感觉这个浓稠度已经差不多了呢 我们就最后一定要把它充分的翻拌均匀 然后进行一下调味 在里面放一些盐 通心粉煮好了 把它先拿出来在一旁备用就可以了 如果有的话呢 可以放一些这个空缩妹的这个粉末 夹在里面 也是把它翻拌均匀 这个酱就可以先放到一边来带用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虾还有菠菜弄熟 当当不好意思 又是10克黄油 这就是一个高卡路里的菜 黄油呢,也是记得不要开大火 略微融化之后把虾都放进来 稍微煎一煎 翻拌一下 就把我们的菠菜呢也放进来 菠菜放好之后 稍微加大概一大勺的清酒吧 给锅加一个盖子这样闷一下 让菠菜和虾能够很快的手透 大概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样子 开盖之后呢 也是做一下调味 再加一些盐 再加一些胡椒粉 把刚才的这个通心粉放下来 这样拌一拌 略微炒一下 让它把这些鲜美的汤汁都吸收进去 然后把它放到旁边的这个白酱里面 这样充分的翻拌均匀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流程了 就是最重要的 撒上芝士来烤 请出我们的烤盘 还有我们的芝士 把这个拌好的白酱呢 都倒到这个烤盘里面 把它稍微铺平 弄得均匀一些 然后把这个芝士铺满 一定要铺满 这样铺的满满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烤箱了 烤箱的温度呢 本来是设定了200度 想要烤个15分钟 但是在中途 也要不断的去观察一下 而且要根据自己家烤箱的习性 我烤到七八分钟的时候 就觉得它已经差不多了 于是呢 我就把它停下来了 开开看一下 这个程度应该是敲到好处吧 所以大家在烤的时候呢 要注意观察一下 程度可以了 就可以停下来了 好了 哎呀 这个就可以出锅了 撒一些东西做一点装饰 有没有都可以了 还是赶紧趁热 我决定先吃为敬 来快来看一下 把芝士铺的满满的烤出来呢 才会有这种拉丝的效果 所以芝士的咸香 然后里边的奶香 还有这个脆嫩的虾仁配在一起呢 这还是蛮成功的一个奶油烤菜 不管怎么说 先吃为敬啦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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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请不吝点下来 请不吝点赞